大家好,欢迎来到阿汤的历史世界,创作不易,感谢大家支持。 清朝的统治者是满族人,与汉族有着不同的文化和习俗。 刚入主中原时,当和汉人对抗激烈时,满人都有撤回满洲退守东北的打算。 但清朝入关两百多年,虽然皇帝也多次强调要其族人保持自己的语言和习俗, 但鉴于汉文化的先进性,随着时间的推进满洲人基本都汉化了。 当然,满族和汉族之间的融合是双向的。 在很多人看来,清朝统治者在灭亡之时,如若选择富于顽抗,或许还有时间与机会苟延残喘, 比如退守东北,就是不错的选择。 而当我们真正走进历史,感受当年各方势力的盘根错节,也就会发现, 清王朝临近灭亡时,不选择退守东北,而是体面地走下历史舞台, 实则是大势已去的无奈又必然的选择。 清朝临近灭亡的时候,皇族能想的方法基本都想一遍了, 不是不想退守东北,退守满清的隆起之地,可惜条件不允许啊。 下面我分几个方面来讲一下,一个是外部环境问题, 当年满清横扫大明的时候,并非是他们军事实力强盛, 而是捡了一个大漏。 是正赶上李自成跟吴三桂起矛盾,吴三桂一怒之下开放了山海关, 不然满清还真难入关。 入关之后的满清也并非是靠八级兵打天下, 基本都是依靠投降的明军打明军,打大顺军,打大西军杀的, 这才夺得了天下。 当时在他的隆起之地也就是东北, 只面临一个强敌,那就是大明。 晚期的明朝,大家也懂得,实在是雷若不堪, 防守都难,根本谈不上进攻,所以满清能站稳脚跟。 而1911年的东北,早就不是17世纪的龙旗之地了, 可谓是强敌环绕。 先不说中国军队,单看北面的俄国就对其虎视眈眈, 而且连隔着大海的日本都渗透进来了。 况且朝前半岛就在日本人手中,隔着一条鸭绿江就能越到东北。 在这种情况下,清朝退守东北,又能坚持多久? 还有更严重的问题,若是俄国和日本趁火打劫, 打下了东三省,属于谁呢? 第二个问题,就是军队问题。 刚才也提到了,清朝夺的天下主要还是依靠的投降的汉军, 倒不是说八旗兵不厉害, 而是还没有厉害到能横扫天下的地步。 后来郑成功趁着满清美反应过味儿来, 就成功地联合南明政权一路收复失地, 把军队开到了南京城下。 当时顺之地想御甲清征, 但其他大臣中有建议, 一旦南京失守, 那皇帝就退往关内, 所以那时候退守东北是可行的。 等到了咸丰帝的时候, 英法联军入侵, 咸丰帝不顾慈禧阻拦, 还是带着他逃到了热河, 他之所以敢往这里逃, 主要还是因为这里有骑兵部队, 而当时能抵抗英法联军的部队, 比如湘军和淮军, 主要在南面跟太平间死磋呢。 但是这支被仓皇派出的最后一支骑兵部队, 也被印法联军歼灭于通州巴里桥, 等到咸丰帝驾崩了之后, 后来的皇帝就再也不提往东北退的事了, 为啥还是军队问题? 甲午中日战争中, 驻售东北的军队除了毫无战斗力的陆营兵, 骑兵和八骑兵之外, 主要是湘军部队, 但是甲午一战, 所有军队损失殆尽, 基本是一触即溃, 也让俄国和日本傻了眼。 在到八国联军入侵的时候, 慈禧太后为什么带着光续帝往西安跑啊? 不是她不想重走咸丰帝的路, 而是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, 因为八国联军入侵的时候, 除了天津到北京这一带有激烈战斗之外, 俄国还在东三省大肆进攻去了东北, 绝对死路一条, 而当时的情况下, 清廷能指望什么部队呢? 只能依靠新式鲁军, 其他军队根本毫无战斗力。 实际上早在先封地的时候, 这个问题就展现出来了。 最后一支骑兵部队的全军覆没就是标志, 也就是说这段时间, 满清政府只能依赖乡军、 淮军、五卫军、北洋军。 若是退到东北, 跟汉军划清界限, 他们用了依靠省文军队抵抗呢? 有人说, 东北不是有人吗? 在招兵呗? 其实东北真没多少人。 所以第三个原因, 晚清政府之所以不敢往东北逃, 最重要的就是没人。 当初清军入关后, 为了维护统治, 也为了保证隆岐之地的纯净, 他们把人们尽量往内地搬, 整个东三省好几百平方公里的土地, 压根就没留多少人。 除了必要的驻扎军队外, 还有一些流放的人员往这里发, 其他原住民很少很少了。 可以说, 整个东三省荒废了两百多年, 后来内地的人闯关东, 就是因为那里人少, 到处都是荒地, 闯过去种地的。 而且, 俄国和日本为什么一直对东三省虎视眈眈, 就是因为那里没有多少人。 即使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 中国人去那里还称呼为北大荒呢, 荒嘛。 正因如此, 热战争才会在空旷的东北开打, 而根本不会顾及到中国人的感受。 后来九一八事变发生, 一下子蹦出来那么多日本兵, 而我们也没有从史料中发现日本有运兵的迹象啊。 很有可能, 这些军队早在甲午中日战争, 以及日俄战争的时候就留下来了, 足见他们经营东北时间之长。 别说日俄了, 连朝鲜当时也对这块地吃一闲三尺。 当时有朝鲜难民讨到东北, 就向清政府申请一块地居住, 后来甚至想直接把这块常住地定入朝鲜领土。 所以到了清朝中后期, 清政府也开始默许汉人进入东三省发展, 尤其是甲午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之后, 这种迫切感更加严重, 因为再不宜人过去东三省不保啊。 正因如此, 晚清政府开始了一系列针对东三省的改革, 比如八国联军入侵后, 自习太后躊躇再三, 也不敢北上, 只能选择西逃, 从西安回来后就开始推动东北改革, 先是宣布满汉可以通婚, 随后宣布大力开发蒙古和新疆, 再之后大量引入汉人到这些地方种地发展经济。 再之后就是东北改制, 改奉天将军为东三省总督, 并加授钦差大臣头衔, 命续是称为第一任东三省总督, 至此, 清政府正式建立东三省, 加强了那边的统治。 至此, 清朝全面汉化了, 汉人布满了整个江途已经没有满汉之分了, 也没有所谓的隆起之地了, 而东三省这边确实居住环境不怎么好, 又比较荒芜, 所以满人大都迁到了内地, 只留下了很少的满人, 等到了晚清时期, 随着汉人的大量涌入, 那边的满人比例更少了, 没有了统治基础, 就算是清朝退到了东三省, 还是面临无人可用的境地。 在清朝没落之时, 即便统治者退回东北, 在那里生活的汉人不可能为了他们所谓的天下之主挺身而出, 这一点也就注定了清政府在没落时根本没有苟延残喘的可能和机会。 除了东北当地被内部残食以外, 曾经东北雄霸天下的地位也在清政府没落时一落千丈, 甚至已经处于强低环伺的被动境地。 所以清政府苦思良久, 退守东北根本就不可行, 外部环境变得更差, 内部也无人可用, 而且早就没有了效忠的军队, 就算退过去也是死。 与其这样, 还不如接受民国的优待蜻蜓政策, 好歹日子还能继续过, 银子还得继续花, 不然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啊。 也幸亏袁世凯提出了优待蜻蜓的政策, 在避免了一场黄石血腥清洗, 在维护了一个统一的中国。 由于满汉已经充分的融合, 晚清满族贵族也意识到了这一点, 他们都认同自己就是中华大家庭里的一员, 满洲也已经成为这个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, 谁要退守东北分裂国家将是历史的罪人, 要遭全体中国人, 包括满族人的唾骂和反对。 这一点被后来的溥仪就任为满洲国皇帝时, 已经被证实了。 看过秦王朝灭亡之时的窘境, 很多人还会以为, 如若帝王一直历经土制, 中国封建王朝还会因此延续。 如此认为就真的大错特错了, 从本质上看, 每一个历史阶段的结束都是人们意识形态的一次全新升级, 面对新的意识形态, 好好生生而来, 无论清政府的铁腕强悍与否, 都阻挡不住人们追求更先进社会形势的决心。 在秦王朝选择闭关锁国之时, 西方国度开始盛世浩大的工业革命, 直到列强敲开清朝国门之时, 曾经的天朝上国还在以小农经济为主体。 可想而知, 当国人看到全新的政治形势与意识形态之后, 秦王朝在最重要的人心所向方面就注定了败局。 从这样的考量出发, 我们也就会深刻认识到, 即使秦王朝当年选择退守东北, 即便东北还是铁板一块, 秦王朝这样的极权落后统治, 也注定没有在未来翻盘的可能。 所以, 隔断秦王朝喉咙的从来不是外界, 而是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的必然结果。 而从清朝末期被袁世凯彻底掌权后, 清朝权贵不做挣扎也能看出, 极权统治的腐败, 注定已经不能被天下人臣服, 选择体面下台也是对自己与天下的成全。